各位亲友们,各位张伯们,我是金慧,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整个湖泊,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那么这个技术就很大了,现在真是纯洁家气之景,天然地不恶劣,亲戚朋友,子女,都往家里干,都是为了和家团圆, 在一起,气一顿,判年番,现在情况特殊,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不要聚会,不要聚传,纯洁年年幼, 只要人平安,大家都可以随时随时随地在一起,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湖泊森,医疗物质情况, 现在武汉市,整个医疗系统,及护博森林,整个医疗系统,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危机卫,及各个行政部门,市政府,省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再向社会发起五字募捐,这个五字,是医疗物质,就有首个行人,戴着红目镜, 戴着一次心理扣罩,戴着一次心理收套,身上穿着这个隔离衣,甚至是隔离裤,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洁放假期间 不要出门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待着 要不然 我在前方平民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爸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 亲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生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大家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几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智的 我问大家一定要劳起 不要出门 不要窜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